上一次影片因為問問題的人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不麻煩解答 直出出面解答 就如我來幫你們解答好了 這一次選的留言是 WDKai 他問說 我段考什麼時候才能 總分300分以上 那其實我不知道說 現在的段考總分會是幾分啊 但是啊 你連時候的後 都沒有選正確的字 我在想 加油好嗎 嗨 大家好 我是Texis YO 常常日本的節目裡面都會有人 吃飯配煎餃 或者是吃拉麵配煎餃 那我自己去日本的時候也有試過 吃拉麵配煎餃啦 有沒有吃飯配煎餃 其實我已經沒有印象了 今天 我就要來吃一頓 白飯配煎餃 先來準備工具 原本預計呢 是要在廚房拍 但是廚房真的是 懶得收啊 所以就直接在客廳拍好了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需要一個 太難開了吧 完成 既然叫煎餃 那一定要有一個 最關鍵的道具 也就是 平底鍋 好 如果你知道 這是什麼梗的話呢 你已經偷漏你的年紀了 還需要什麼呢 油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在開始煎之前呢 首先要先開火 稍微熱鍋 接下來倒一點油進去 熱個油 那一般日本煎餃呢 通常是煎五顆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煎五顆就好 油熱得差不多之後呢 就可以把水餃放下去了 放好水餃之後呢 就是要加點水 那實際上大概要加多少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基本上適量就好 加完水之後呢 就把它蓋起來 開始燜 燜到裡面的水呢 都乾了 然後 開始底部有一些 金黃色的膠皮出現 那我們今天的煎餃 就是大功告成 我先去熱飯 好 基本上這樣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就可以把蓋子稍微打開來 觀察一下它的狀況 好 接下來就把蓋子關掉 尖叫 完成 我會發光是有點可惜啊 很香有沒有 真香 真香 拿個盤子來裝 真香 好了之後呢 就來盛盤吧 其實我一直很想試試看 日本料理裡面那種 哇 這感覺 拿來看一下 嬌嬌皮 天啊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其實準備一碗白飯 煎餃沾醬 那這個煎餃沾醬呢 只有醬油跟醋而已 就可以開始我們今天的 白飯配煎餃大餐 いただきます 不過在那之前呢 我要加個東西在飯上面 這個是滷肉罐頭 煎餃沾醬 煎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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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了 煎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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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久沒有拍這種單純吃吃喝喝的影片 那如果說大家在家水餃吃膩的的話呢 就可以自己來做做煎餃 難度也不高 也不需要什麼很高超的手藝 但是如果你家中華鍋呢 那就吃蒸餃吧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不妨在家裡也試試看做煎餃吧 謝謝大家 我是傑克斯 掰掰